台数基本上前面这个资料里面的台数这一栏 那帮我把它加总起来 所以我会用一个函数叫三米符 那这个三米符的话呢 特别注意这边一样插入函数 找到数学与三角里面的三米符 所以往下拉你可以找到S开头三米符 按确定之后的话呢 他一样会问你问题 那你会发现他问的问题 跟那个康义符还蛮像的 只有一个不一样 就是最后这个不一样 Sumrange 那其实什么意思呢 可以理解啦 第一个就是说你要找什么是哪一个产品的范围 所以这个第一个问题应该Range的话F3 其实你可以跟他讲说你去帮我产品名称找一下 找什么呢找大哥大手机 所以这上面两个其实跟康义符一模一样 只有第三个不一样 第三个是Sumrange要加总的范围在哪里 我要加台数嘛 所以你就切到前面 然后呢 跟他讲说你帮我把 这边的范围加总起来 那一样切到通讯产品 这个工作表里面的这个范围 把它选起来 然后一样呢 按个确定 不过一样会有个问题就是要锁定 所以选举他按F4 按确定 把它向下填满 台数就帮你算出来了 不过呢 这个地方也是一样 如果说你今天呢 假如说这个地方的Sumrange 也要变一个名称的话 那道理一模一样 所以往后啦 只要是跟Range array有关的 你不如就先定一层名称 再把它 按F3 所以呢刚刚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把通讯产品这边的 单位台这边 一样把下面的范围选起来 然后呢 把这个范围选起来之后的话呢 请你到 这边 给他一个名称 叫什么单位台 不过你会发现 你的名称明明是在哪里的 名称明明就在上面 那范围在下面 那如果每一次都要这样做一次 好像感觉蛮浪费的 有没有更快的功能 有 什么方法 特别是要 如果以后你的范围在下面 名称在上面的话 很简单的 你可以把 上面的名称 选到下面的范围 两个都选 那刚好他的名称在上面的话 你可以用一个功能 他自动帮你产生 什么功能呢 公式里面 公式 上面 同学好像找不到名称官员 在这里 公式 那如果说你要 把这个名称 这个名称直接范围下面的话 下面有个叫什么 从选举范围建立 然后你点他一下 他会问你一个问题说 那请问一下你的名称在哪里 名称 是不是在这个范围的顶端列 就在这个最上面 所以你只要 把顶端列打勾就好 他就会自动怎么样 帮你把上面是名称 下面是范围 这样会更快 按个确定 这样就建立好了 那下面这个销售额也是一样 你可以把他选起来 然后 从选举范围建立 顶端列 按个确定 然后又是一个销售额 那如果你 担心说 你做错的话 没有关系 你可以切到名称管理员 这边就有个单位台 确定一下 你可以什么 游标再放到下面 点一下 这个时候他帮你框的范围 好像F2 到F20 没错 那销售额是不是 这个是什么 FG G的这个 OK是不是这个范围 G2到G20 没错 那如果有错的话 你可以 修改完打个勾也可以 所以这边的话 名称管理员是 确定说你的 那个名称 对应到哪个范围 你可以 再做细部的管理 如果错的话 你可以删掉 如果说你有一点小错误 你可以修改一下 编辑一下就可以了 大概是这样 所以慢慢 假如你以前完全没接触过这个名称 的部分 我是还蛮强烈建议的 因为 他基本上就可以让你用的感觉会 比较 顺手一点 OK所以这个可能多学一个东西 对于你这样的管理 那个Excel的资料 会有帮助 所以呢我们这个 销售台 这个地方可以改 Sumif 然后把 刚刚的那个通讯 Sumrange 按F3 就是帮我去加 单位台就可以了 按个确定 那也不用锁定了 因为他本身就已经锁好了 那销售额的话 其实也很简单 他的公司跟 前面这个公司还蛮像的 差别只是说呢 他的 那个什么 单位台改成销售额而已 所以 比较聪明的做法是什么 把这个公司复制 贴到隔壁 改一下就好了 所以最快的方法是 先把刚刚这个单位台的公司复制一下 然后按 取消 没有按取消 切不过去 再到销售额的地方 把公司贴上 然后把这个单位台这边 或者你插入函数这边点一下 把这个单位台Delete掉 改 改成F3 改成什么销售额 按个确定 那这样按确定这样的话向下填满 就OK了 顶多我的习惯是 把这边改成千分位符号 常用里面有那个 千分位符号 有没有 这个comma这个 千分位符号 因为如果没有千分位符号 真的不好去看说 到底是百万千万亿这个 所以comma 点一下 好 蓝宽不足 先把它 小数点先去掉 因为它这个 千分位符号按下去 会自动帮你 产生两个小数点 那我把它 去掉两个小数点 所以按 减少小数点两下 好 这样就恢复了 这样的话就一目了然 然后 这公司卖三个产品 可是销售最大的还是 那个 第一个产品 大跟大手机 有没有 它的销售金额 达两亿 九百多万 OK 那销售台数也是它最多 所以如果你手边有资料的话 其实说真的马上可以有个检疫报表 这个是用函数的方式做报表 但是 如果你跟那个枢纽分析表比起来的话 有的时候枢纽分析表还是比较快 快很多啦 只是说因为有的时候杀机不用牛刀啦 我都觉得你 何必没事弄得那么复杂 因为 毕竟枢纽分析表可以处理 复杂一点的 多懒的 会OK 一些些 至于是少量的 我觉得 因为我要最后还要再重新排版 还要再删掉一些东西 我觉得导部用这样的方式 会比较来的简单一些 每个人的 使用情况不一样 那待会的话我们也会教各位怎么样 把那个 刚刚这个 再利用枢纽分析表 再做一次 OK那请各位 试一下就是我刚刚讲的部分 就是那个 这个 OK 打�یں 烟 daha 给 消息 被